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宗新聞是陳偉廷的士診 因為他當時拍了一個MV 好像在的士裏拍攝背景主題 這些事情你不要問 當年我都說有個大學教授 問我老鼠案為何叫老鼠案 我真的呆一呆 他的樣子也像 類似這樣 這些事情就不要深究 因為不是我們這個圈子可能會理解得到 但有他而我不知道 是的 陳偉廷 這是另一宗 陳偉廷的早派 好像替Chanel拍了一個報告 當然他批評兩方面 我們集中說口音方面 不是說他很假 他說他的英文口音很有問題 然後被別人 現在惡搞了很多報告 有人笑他口音不正 這是第一宗新聞 好 第二宗新聞 為何我連繫說 我剛巧看到《蘋果日報》 有一宗新聞 就是說何韻詩 去了奧斯陸人權宣言大會 然後他的主題就是 何韻詩在該次演說 全英文發言 然後打亮我錦彈奧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 caption 就說 KO某強角巨星 即是說KO的陳偉廷 當然這兩件事 令我和周演大師很感覷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經常說什麼 香港什麼 我是香港人 還要何韻詩說什麼 他說我是香港人 我心想 我們經常說本土主義 是說什麼 就是我們是支持廣東話 你在一個外國 我不是說他差或什麼 你在外國用英文發言 全英文發言都聲稱 有什麼特別 第二件事就是 陳偉廷 今時今日還有人是笑口音 是 英文口音 為什麼一直以來都是 陰雲不散 濃縮著我們香港的呢 我嘗試從蘋果的角度反過來 何韻詩代表那個意識形態 那個就是說 現在是回歸了之後才有問題 我們以前九七之前 英國靜民地 講中文講英文 都是合法語言 我講英文很合理 香港人就是有中有英 一個角度 一個角度 不同意的可以 這樣說 我們只是覺得 懂得講英文 不是很麻煩 沒錯 這個就是 我第二個想帶出來的 個人的經驗 那時候我去 我二千年去美國讀書 我去到美國讀書之後 那個班裏面 美國人很少 美國人我四十人左右 只有五個美國人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 南美歐洲 他主要講的語言 其實是講西班牙話的 有幾個法國學生 我就討論這件事 其中一件事挺搞笑的 有個法國的同學 他說我們英國是 英文 有人說 英文將會成為國際語言 他不一樣的 法國人說 為什麼呢 他說不是英語 是最多人用的語言 是噁心的英文 才會成為國際語言 他覺得是 那些人講英文的時候 很有口音 講到一些文章錯了 他說覺得 這個是一個實況來的 這是另一件事 第二件事 是什麼呢 都是他提出的 我都很同意的 他不明白為什麼 他是法國人來講 如果講英文 很重法國口音的話 他覺得完全沒問題 那些女生覺得 哇 法國人講英文很重的 你知道法國口音很 很避 對 很難聽 但是如果亞洲人 包括尤其是日本人 都不要說我們 香港 中國人 日本人的口音 又或者是韓國人 有講英文的時候 那個口音 他就會覺得很尷尬 即是反英國 即是你覺得尷尬 聽過話 他會覺得是笑的 他覺得如果有法國口音的英文 是很型的 那些女生聽到 即是法國人覺得 不只是法國人 他說基本上很多國際的人 就算是英國人 就算是英國人 他都會覺得 嘩 你的法國口音挺有型 我想問一個問題 有些韓國和日本人 用他們自己的口音說話 是 誰覺得尷尬 是那些法國和英國人 覺得 我聽到也覺得尷尬 還是他們說的 那些人自己覺得尷尬 兩樣都有 我覺得 例如我們看一些亞洲片 他很喜歡 所謂 stereotype 一些亞洲人 喜歡玩玩具 打機 一來他們就真的笑 你們打機 玩玩具不笑的男人 他都覺得看不起你們 是一個歧視 口音也是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英語國家 當然是印度 印度英文 你們聽不懂 印度英文 菲律賓英文 新加坡英文 你們聽不懂 其實有些人去印度 他們有一個看法 為什麼他們的英文 我們聽不懂 因為他們的英文 其實他們的英文 夾雜了一部分 是他們的Indie 他們的口音 菲律賓夾雜了一套話 其實他們只有一半英文 其實很多都是本來的 本來是他們的畫 所以他們本來的畫都沒有了 就夾雜到 不是很像英文的英文 其實新加坡也是 但是如果你這樣的例子 證實了 口音真的是一種 應該值得羞恥的東西 應該每個人都要學一些 就算你不是學英文 你不是學法國語 你剛才這樣說 其實是有這樣的 但是分別就是說 可以是這樣 但不是 你講香港的情況 如果你是很自豪自己的方言 很捍衛廣東話之餘子裡的話 你就對自己的香港 這個地方這麼自豪的時候 就沒有理由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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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應該去笑這些主流的口音 我們應該去笑這些主流的口音 我們應該去承諾 陳偉廷的口音 那個才是香港本土主義 你現在這樣的意思 這個就是一個定義問題 究竟我們香港的本土主義 是我們想脫離中國 然後繼續做英國殖民地 還是我們脫離中國 脫離中國 我又要這樣說 現在歧視這些人 我想很多都是那些 心裏面是一個 好像我們所謂的 中產 或者藍血 那樣的想法 就是英文 就要講到粒粒聲 英文就是要 我們香港人 就要脫離中國 我覺得自己是國際 本土的人 應該支持的士診 說他沒有內地的普通話的口音 然後應該歌頌他 說威就是有廣東話的口音 是否應該這樣 第一 脫亞入歐的人 之中 做得最好的就是日本 日本的英文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為什麼 英文一定要講得很正 或者是很外國 才是一個很外國 英國口音 你說美國和英國的口音很不同 譬如我美國住了這麼多年 都知道東岸 西岸 每一個州都可能有幾少的口音 譬如我在南部的時候說 如果我的口音是 在我住芝加哥的時候 有的 去到南部 他都覺得我怪怪的 即是根本是 怎樣說 澳洲 更加澳洲 其實香港人不是很認同 這種根本就是跟膚色一樣 就是一種歧視 只不過他未必完全跟種族掛勾 不要說日本就是 日本人也是 你住在鄉下 你很介懷自己的鄉下 口音和東京音不同 你香港也是 你講不正廣東話 那些人就說你大陸下來 其實這種就是 根本是切頭切尾的一種歧視 我兩樣很感慨的是什麼 因為還有另一個部分要講 我們講完我總結 第一樣就是 你的英文不是很花費 你有什麼資格去笑人 其實如果你擁抱普世價值的一個左膠 就不應該有什麼 我十二三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英文很慘 英國回來英文那裡 好像很慘 他在英國地鐵收費 Ticket please Ticket please 那些黑衣 都講英文講得很好 講英文好 那個人蹲在那裏做黑衣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人是 雖然那個人在英國做黑衣 在Ticket please Ticket please 那些低下階層 來到蘭桂坡 那些人在香港的小子 當然都是 的確有實 這些就是國家的軟實 那這個也是成績 那說回來 那兩樣 好像你說的 你如果是一個 左膠或者普世價值的支持者 你不應該歧視任何人 但是你如果是一個本土的法西斯 喂 那你在這個 何韻詩外國說 我是香港人 你覺得很自豪的時候 那他用英文說 我是香港人 有什麼值得自由 你說他在一個 全部都是講英文的場地 我就用廣東話說 我就是香港人 我就是不會遷就你們 那你才覺得自豪 我覺得香港人 我覺得如果陳偉廷 用港式英文 去幫Chanel 賣廣告 這個才是一個人自豪 那是Chanel 人家就是要容忍你 那種這麼不純正的口音 就是不幫你配音 我就是出你那些 還是Chanel 是不是 這樣才是一個人實力 這個不是錯誤 這個就是對你香港的文化認同 我要衝出國際 我要告訴別人 香港人 然後你香港人 反過來去恥笑Chanel 去找他去做 你說多不堪 但這個只是前半部分 後半部分想說什麼 我心想 今時今日 竟然有份報紙 因為有個明星 在外國 講了一篇廣告 用英文發言 已經驚為天人 你覺得 全英語發言 KO強國巨星 然後我心想 我心想 今時今日是什麼世界 你還以為八九十年代 很多明星 好像吳宇森、周潤發的小學 都未畢業 接下來就是大草包 然後不懂英文 就是老鳳 懂英文 這些就是 很厲害 竟然在娛樂圈 都會有些人這麼有學識 什麼年代 王心明 都是UBC常事 今時今日 只是講講講者 有哪個不是大學畢業 而且大多數都是外國大學畢業 然後你跟我說 全英語發言 是一個驚為天人的事 我心想 這是什麼年代 我心想 這個新聞 是不是應該二十年前才說 然後我又感激 一件事 以前我們覺得 通常讀書不成才出來做明星 現在不是 現在是到處都高學歷明星 然後我就說 蘋果日報有這樣的新聞 我就覺得很可悲 為什麼你會覺得 全英語發言 你會覺得很厲害 就因為你這個記者 覺得原來講英語 已經是很厲害的事情 然後就是反過來 原來在某傳媒做記者的學術水平 是比一個做明星 還低於一個做明星 這就是我覺得很感激的地方 蘋果要封殺 就不要封殺 還有最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周顯大師說 今時今日學英文 還是有用的 但在我角度來說 跟以前已經相差很遠 在八九十年代 你學會英文 你真的很容易找到一份好工 但是今時今日 你學好英文 跟一個不太好英文的人 是不是還是相差很遠 如果你很好 還有你講到和寫得好 你一個有文化的人 其實現在你經常說 他講得好 其實講得好 講得好 就是take a please take a please 如果你懂得寫得好多 如果你寫得好 以前好 你懂得廣東話 是個個個都懂的 中文個個都懂的 但你懂得寫一個好的中文 一個通訊的中文 現在真的有些 你問我一講的話 一個技能 尤其是現在的趨勢 越來越分化 兩極化 就是很多家長 好做幾個小孩 讀國小學校 或者什麼 可以講到很native 但問題是 反而我覺得 有一個技能 你了解外國西方的文化 這件事 相對是比較缺點 還有你講一些這樣講 你能夠講到一些 比較decent的文化 即是你說的那些黑人 那些有種族族族族 你聽rape 有些粗口 那些英文 我認為其實不是這樣 我這樣講 我講最後一個 很多年前 我上了政治課 那些人說 誰在英文做好呢 李南宏 那時候是政治人 正下學 我聽說的英文是非常之慢 但是有些人覺得他講得很適當 那些英文 即是用得各 他說他講得最好 那些人說他講得最好 當時他不太懂 因為我一年版上課堂 所以其實講英文 不是好像你講到rap 講什麼 那些就好 即是你是很恰當 很用字 很好 等於你懂得廣東話 你講廣東話 那個流利很容易 但是廣東話講得很好 是很難的 好 這句就到這裏 好